大家好,我是林佳璇 现在在中央民族大学舞蹈学院读研究生 我现在在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交换 然后我叫做蔡宜玲 我叫陈冠颖 我现在在清华大学 就读公共管理学院研究生二年级 我来北京已经一年对了 我这算是第一次在北京度过中秋 所以这应该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新鲜的体验 我到大陆来 其实陆陆续续来已经有非常 大概有六七年的时间 今年中秋节是我第一次在大陆过中秋 然后我是去年来到北京的 所以现在来北京才一年多 这是我在北京的第一个中秋节 就是从小到大 其实我们的习俗跟大陆也差不多 基本都完全一样 但是台湾很流行就是烤肉 中秋节烤肉 因为我是高雄人 然后在高雄的时候我们都是家里的人 然后大家一起在就是房子外面 然后大家一起烤肉 因为我们有一句礼语叫做 一家烤肉万家乡 每个中秋节大家都会烤肉 所以烤肉就是一个蛮 算是台湾通俗 就是你不烤肉就感觉没有过中秋节 这种感觉 每年到中秋节就会烤肉嘛 然后我们就会台湾就会聚在一起 然后去吃个烤肉啊 然后剥一下柚子 然后吃个月饼这样 目前我们学校北京大学的台籍教师 有邀请我们就是在校的台籍的学生 一起就是搭下去吃中秋烤肉 也是想跟朋友一起去烤肉的 可是刚好我们师门有一个聚餐 所以就要跟师门的人一起吃中秋节 也是这样是另类的 我也是第一次体验到这样子 在大陆就是跟家人一起吃月饼这样 我来北京之前嘛 我对大陆的印象其实就是 像旅行社啊看到的那种就是观光景点 什么五位景景区四位景景区这样 就是我觉得是一个中华文化保存很完善的一个城市 亲生来大陆之前应该是03年以前 然后当时都觉得大陆是古色古香的 因为台湾学习非常多的历史文化 中国历史文化的内容 来大陆之前嘛 我就一直以为北京都是四合院 这种红色高墙满满的四合院这样子 然后是要除了内城以外才会有各种高楼大厦 我觉得我来这边之后大家都对我的非常热情 来了之后就会发现其实这边有我之前学不到的东西 因为我自己是学少数民族文化的 那我是来这边才知道有原来有这一个专业 所以才现在来这边独演 我所印象中的北京落差非常大 进步得非常迅速非常快 然后在于人文社会以及文化方面的保存 也逐渐越来越完善 跟我讲到有点出入 就是其实也蛮多就是高楼大厦在内城里边的 然后本来就觉得大家应该讲话都是会有 而话音会卷舌 就没想到就是大家还是其实 跟我没有差很多 就觉得普通话还是可以的 但是到大陆来之后才发现就是原来高科技 现代的建设也非常的快速 然后又多 特别是磁悬浮的高铁 也是第一次在大陆见到 然后台湾还没有 当时还没有 在中秋佳节的时候呢 那希望台湾同胞 以及中国大陆的 各位同胞 也能够一起欢度中秋佳节 那祝大家中秋佳节快乐 中秋佳节 祝大家可以再跟家人一起团团圆圆 吃月饼 吃柚子 祝福各位台湾 中秋佳节 天上月圆 人间团圆 左右逢圆 两岸心圆 世界同圆 祝福所有两岸的同胞 中秋佳节快乐 佳节愉快 oblons어도 为此 下次见